宋王台,我小小就听过它的名字了 没错,宋王台很多人都听过 但其实大家有没有去过呢? 宋王台原子盛山又在哪呢?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了解宋王台的前世今生 来到宋王台站 大堂就已经有一些展览 展示轻建车站时发掘的古迹 以及宋王台的历史图片 九龙城区的历史文化非常深厚 最早可以追溯至宋代的官府盐场 是由政府管理和买卖研的地方 要去宋王台 可以由宋王台站D出口 经德高度走五分钟就到达 留意 一出港铁站的位置 就是以前的盛山 正在确实学校 都可以移行 这些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都知道宋皇台是为了纪念宋末两位皇帝逃难到香港的故事 南宋末年 杨亮哲等人为了保护宋端宗及其帝赵炳 逃难到九龙的官赋严长 在这几个月间得到九龙城乡民的救济 后来受到元军追击 去到新会崖山 大臣陆寿夫背着宋帝炳投河自尽 以身殉果 后人为了纪念这段历史 在九龙城乡山上的大石 黑上宋皇台三个字 为什么他们选择乡山呢 相传当年宋帝炳很喜欢在这座小山邮上休息 至于圣山的位置 大约就是宋皇台公园的东边 在1860年北京条约之后 当时很多商人来到九龙发展 到处开山坯石 将石头炸开 卖建筑材料 当时九龙城区的居民发起保存宋皇台运动 立法会华人议员何启 就在1898年在立法局内提出动议 希望政府可以立法保存宋皇台 到了1899年的时候 港英政府实施了香港第一条保护古迹条例 立法禁止在宋皇台附近取石 日军占领香港三年零八个月期间 看中了宋皇台的石质 希望炸开盛山 用这些石来扩建啟德机场 但好幸运地 宋皇台这三个大字 和旁边 清家庆丁卯重修 这几个字 都得以保存下来 现时大家看到的这块石 只有原本那块大石的三分之一左右 在香港重光以后 港英政府因应社会的需求 将宋皇台石的一些残骸 搬到原子西面 在圣三一堂对出的位置 开闭了宋皇台公园 并在1960年代启用 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个游行的公园内欣赏古迹 是靠无数前人合力争取 所以大家要好好珍惜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片 记得订阅和按钟仔